好,那这个是你问的,z等于2除以1加根号3i 然后他要问z加z3平方 再加z3次方低此类推到z97次方 所以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来讲 我们是想到说 这个z到底他有怎样的一个规律 我们可能可以换成 你的老师讲跟w有关系的话 因为我们Omega 如果这个是Omega有关系 Omega平方加Omega再加1是等于0 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这个有关系 我们要证明到这个z是Omega来的 那我们要讲 我的第一个想法 我是会把这个z换成 因为他现在是在分母 这个z在分母 我们把它换成Polar Form的话 1加根号3 1加根号3 这个斜边应该是2 也就是他下面的这个 下面换成那个Polar Form的话呢 他其实是这个Cos 2Cis 然后呢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应该是Pi除以3 Pi除以3 所以2跟2可以越减 然后我们拉上去分子的话 他就会变成CisPi除以3 这个角度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 这个是z Pi除以3 Pi除以3 这个 Pi除以3 就是在这一边 这个60度 所以如果是z平方的话 就会变成Cis Pi除以3 对吧 Pi除以3 Pi除以3 应该是这里60度 Z 3 3 3 4 2 2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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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ck的四次方在这里,四次方,Zack的五次方,然后呢,再Zack的六次方,OK,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Zack一次方,六次方,三次方,四次方,五次方,六次方,加起来会是多少? 你会看到它其实是叫循环的,那Zack六次方跟三次方可以去掉了,变0 Zack一次方跟Zack五次方加起来,会是十数这一边,但是Zack二跟Zack四次方加起来,又是负的那边,应该是一样大小 所以换句话呢,我的Zack一次方加Zack二次方加Zack三次方,加到Zack六次方,整个会等于0 OK,所以它不是Omega,这个不是Omega,这个是六次加起来等于0,六个加起来等于0 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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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是以1算到97的话 所以6的倍数是12了,对吗?7到12 然后以此类推,97是多少?97除以6 97除以6的话呢,166 37,66,36 所以也就是96是96的话呢,是这个 96的话应该是6的倍数 也就是97的话呢,会单丁一粒在那边 所以当然你讲说,其余的这些呢,都会加到等于0的,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抽Zack的六次方出来 然后呢,这整项等于0就会去掉了 所以Zack的97次方呢,也相等于1 因为你Zack的六次方,Zack的七次方又回去Z1了 所以这一个全部加起来呢,它会相等于Z Zack呢,我们是把它称为CIS 4Pi除以3 当然如果你要换回去这个我们XY的format的话 它应该是1-3 好像长度是1,长度是1,应该是要除以2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讲完了,明白吗? 会不会太快? 这个复数的题呢,你要看规律 你要看规律,然后你要善用那个Polar的format Polar的format是等于Rcos Z加IZ 所以这个你如果善用的话 基本上多少次方呢,它其实会 如果你的这个R等于1的话呢,它就会一直的重复的 如果R等于1的话呢,就会一直重复 所以它也特地放一个2在这里,让你可以消掉它的R OK 所以它的答案呢,是这个2分之1 是啦 可是 不懂了,它用到那个Omega 就是说它的意思是说类似Omega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Omega其实就是1加Omega加Omega平方 它的Omega其实是Omega在这里 就是1在这里 Omega在这里 Omega平方在这里 所以3个加起来会等于0 那这一边呢,比较像是Z6次方跟Z4次方跟Z2次方加起来会等于0 然后呢,Z3次方加Z5次方加Z1次方呢,又会等于0 啊,这样子的意思 也是它的概念很像 它们两个的概念很像 只是说这个呢,是6个加起来等于0 6个加起来等于0 所以你用6的那个6个字 6的倍数 然后看一下97应该是多像 96刚好是6的倍数 然后97呢,就是Z1次方 OK,所以整个提算出来 你就会得到Z1次方来的 OK啊? OK啊? 所以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 看回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一次的尝试用这个 说这个第五题 OK 我回想一下 他的做法 他们给我的做法呢 真的用带入 但是他在带入之前 他先整理一下这个了 所以他通分就会得到B平方X平方 加上A平方Y平方 再等于A平方B平方 OK 然后把那个Y等于MX plus C 带进来这个位置 就会得到B平方X平方 加A平方乘以MX加C的完全平方 所以这里他变成了 变成了展开 就会得到A平方 先展开的话前平方 加两个前层后 再加后平方 OK,我放大它 然后等于A平方加B平方 A平方B平方 然后B平方X平方 A平方乘进去A平方M平方X平方 加上A A平方C平方 然后再把这个A平方B平方拉过来 A平方A平方A平方A4 A平方A平方R 他的c的话呢 他把a平方抽出来 然后呢 就会得到c平方减b平方 OK 然后呢 再展开啦 这个就会得到4m平方c平方a的四次方 然后这个沉进去 它好像是展开 我印象中它是展开 我们先展开后面 这个沉这个b平方c平方 减去b四次方 加上a平方m平方c平方 减去a平方b平方m平方 然后呢 这个-4a再沉进去 还是需要沉吗 好像不需要沉吧 我是可以直接去掉这个4吧 然后我再去掉4 我就是两项除以4 我在两项除以a平方 这个就会变成m平方 对吧 然后我只需要把这个负成进去就行了 m平方c平方a平方 减b平方c平方加b四次方 减去a平方m平方c平方 加上a平方b平方m平方 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呢 a平方cm平方c平方 a平方m平方c平方 这个可以去掉 然后我们的目的 好像是要整理出什么呢 好像要整理出它的斜率 对吧 整理出c 整理出c 所以我们的c好像是唯一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我们把b平方c平方拉过去的话 我就会有b四次方加a平方b平方m平方 等于b平方c平方 好像每一项都有b平方 我们再越b平方就会得到b平方a平方m平方 等于c平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c呢 是正负根号b平方加m平方b平方 a平方 找到了 真的找到 那天好像是看到太复杂了 然后我不想做下去之类的 所以如果整理成这个的话 我们答案就有了 答案是 donkey 是吗 是donkey吗 a平方配m平方 是donkey了 拿过来 ok ok啊 so有一些老师叫学生背这个 不过我是觉得好像 蛮难背的吧 好像没有什么一个逻辑可言 感觉上好像也就是遇到了 这一种提醒的话就要 呃 做起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反正就是 啊细心一点 细心一点就做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题了 a等于y等于mx加3是这个 呃 抛物线y平方等于3x的切线 在不求m的值的情况下我们要找切点的坐标 如果不找m值 我要怎样找切点呢 呃 可能 可能切点呢 我们一般上带进去 如果我是用带进去 然后b平方减4xc等于0的话呢 我是找m的情况吧 所以如果不找m的情况要怎样找 不许求还有这样子的提问 不许求m值 找 求切点 坐标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用呢 应该是那个课本的提醒 method 2的情况吧 我们先设 啊 先设切点 为 x1y1的 啊 的情况 然后呢 这个切线呢 我们就会得到切线呢 应该就会是 呃 y平方变成 y1y 然后 x的话呢 应该就是x加x1除以2 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 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 呃 呃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应该就可以 用 用什么呢 2y1 加上3除以2y1 x1 啊 这样子的一个 啊 format 对吧 所以我们再比较一下他给我的切线啊 他给我的切线 y等于mx 加3 哦 好 y等于mx加3 不过我不求切线啊 我不求切线啊 我不求切线 呃 所以我在比较细数的一个情 而步骤的话 我可以看得出来 3 3 必须要等于3x1 除以2y1 3 越减了之后呢 x1呢 就会得到2y1 过后呢 我们因为这个切线啊 啊 啊 这个是切线 所以他也必须要符合这一个 啊 抛路线的公式 也就是y1的平方要等于3x1 然后呢 我们再 再用上面我们求得的这个关系带进来 我们就会得到6y1 soy1可以可以等于0吗 好像可以不 y1好像可以不 所以第一个情况应该是y1等于0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y1是等于6 啊 就是说y越减的时候 就是你一 第一个情况就是越减掉他 你会发现到y1是等于6的 再来的就是我们要进行越减呢 我们是要确保他的y1不可以等于0 也就是说y1等于0呢 又会是另外一个解 所以我们再带回进去的话呢 就会发现到呢 x1也是可以等于0 也就是说 原点了 原点 另外一个情况呢 就是y1 y1 y1 放进来 x1 x1 就会是622 所以它是有两个欠点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是怎样呢 它整个为什么会得到两个欠点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y平方等于3x 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抛线 y等于 y等于mx加c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它这个 y等于mx加c 意思是说它的斜率可以是不同 但是它的这个x斜区一定是3 也就是说我可以这样子垂直下来呢 这个欠点呢 就会是在00 0 再来的就是它某个斜率呢 这个欠点呢 就会是在这个 126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呢 它是有两个欠点的 所以看起来 我们sketch了一下呢 的确是可以找到了两个 两个情况的啦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 做法 不求m的情况 不然的话呢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 应该就是要找m的啦 就是 就是要找它m 是两种情况 然后就有两种情况的m 第五题 不过如果你是找m的情况呢 你就会确掉了这个垂直 m为无限大的情况了 这个另外那个方法是找不到的 这个也是要注意 证明抛物线y平方等于4x 上的一点的法线 会通过 p 这要证明喔 我想证明 首先我们把25放进去啊 4乘25等于100 开根号正负的话呢 Y是等于正负10啊 所以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第五题啊 它是有两个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抛线 然后这个是25 负10在这里 负10在这里 这是A点 首先我们知道A点的切线 怎样找呢 如果有切点还有这个方程式的话 我们是用Y1Y 作为取代那个Y平方 然后呢 X的话呢我们是用X1 加X除以2 的这个方法 对吧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Y1是负10 的关系 所以是负10Y 然后呢这个X呢 是25 所以呢 就会2X X1是25 25乘2呢 就会得到50 再加2X 哎 感觉上好像每个可以除以5吧 除以2吧 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Y拉过来 也就是说X加5Y 就会是等于20 而不是25 加25 加25 等于0 然后这个就是法线 但是我们不是要找法线哦 这个不 这个是切线 这个是切线 法线的话呢 我们只能说 我们从这一边先找他的 先找他的那个 斜率 应该是负5分之1X 减 减5对吗 25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斜率是负5分之1 也是说法线的话呢 会是怎样 法线因为他也会通过这个A点 所以法线呢 是等于Y加10 然后呢 法线的斜率呢 会是这个切线的负导数 然后负负得真 然后5分之1变成5 然后呢再来就是X-25 所以这个就是法线 所以这个就是法线的 又有5X-125 Y加10 你可以变成5X-Y-135等于0 等于0高点 OK 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这个第5题 所以这个第5题应该是没有 后面是没有答案的啦 因为这是证明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啦 OK 第6题 1至P点是144 24 Q点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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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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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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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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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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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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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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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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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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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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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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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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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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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应该不用看了 应该是144-24 对吗 这个应该要跟准线平行为有的 就是往 这个一分 所以我相信这个直接列出来 这个直接列出来 你自己画一下图 你就知道它一定要垂直的 准线是这样子的话 我要跟准线平行为有的 就是打直下来 所以呢 这个是144-24 这个就是144-24 然后一分 这个是直接列出来 OK R与Q上的切线 R 怎么样 R及Q上的切线 相 相交于另外一条 R怎样跟Q上的切线相交 所以这里是Q Q上的切线跟R上的切线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相交于另外一条 这个 这个 Y4在这里是负 Y4在这里是负 OK 他的是24 我的是负24 所以我拉过来这里应该是加 我们来看一下 X加12Y 加144 等于0 这个就是R7 然后我称为三号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用3-2 就会得到14Y 加上140等于0 也是Y应该是负10 我的X呢 会是多少 我又带回进去2 X减减变加20加4等于0 我的X呢 就会是等于负24 对吧 所以我要看回下 OK 所以这个焦点呢 是在这里了 负24负10 所以他会告诉我 这个应该是在这条 跑路线上 这个跑路线是Y平方 等于MX 减 M 减4X 我的Y放负10 负10平方 等于M减4乘负24 然后我们套进去的话呢 这里等于100 这个就等于M 这个减减变加4416 42896 所以M应该是等于4 好点 OK M等于4 还有多少题 还有好多题 我们先看一下 咱们再做 咱们再做三题 好累 我们看一下答案对不对 OK 所以这里是 第6题 第6题的2是什么 第6题的2 是144 224 所以这里是R 所以第三题是M等于4 所以这个是对的 OK 然后第5题是证明题 他就没有给了 这个应该我也是没有弄错了 然后呢 这个切点 他给的是126 然后这个切点126 但是00他没有给我 理论上来讲应该00也要给吧 因为他有两个切点吧 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条件 讲 在不许求M的值的情况下 当然M等于无限大 无限大这个情况呢 是不是 我们讲他不算是一个写率啦 就是不存在的值 当然我们虽然说不求M值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 我这一个要是切线的话呢 这个 就是切点要是00的话呢 这个M呢就会是无限大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算是需要说去掉的情况 所以 所以哦 所以因为他有这个方程式 他有写好了 Y的MX加C 所以M应该不可能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值 毕竟无限大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存在的值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写00呢 alright 好 再看一下另外一题 OK 第七题如果椭圆 这个椭圆跟直线相切 请问B平方的值会是多少 so感觉上我们就是用那个套进去 然后B平方减4A7等于0 应该就可以找到的 而且这个好像也简化了一些 所以X平方加Y平方除以B平方等于1 我们通分啊变成B平方X平方加Y平方等于B平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Y等于X减7放进来 X减7 OK B平方X平方等于B平方 所以再来我们展开一下呢 就会得到B平方加Y平方 因为这里是X平方 我们稍微挑补一下 减两个前称后14X 再加后平方7749 再把这个B平方 B平方拉过来减B平方 所以我们就有判别是等于0 好 我们判别是等于B平方减4A7 你只要14的平方 减去B平方加Y 乘上49 减B平方 等于0 OK 14的平方是196 刚才我们按了 然后呢 这里我们展开一下呢 就会得到 得到什么 49 加49减1 等于加48B平方 减去B的四次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有196 减49 减48B平方 再加B四次方 然后呢 B四次方呢 就减去48B平方 所以169 196 sorry 这个是我确认一下 14的平方 是不是196 的确是 196减去49 我们就得到17 所以是147 等于0 147可以除以7 感觉上21 感觉上21跟7的话 好像不行吧 如果77 49的话呢 应该就配3 配3跟49 好像也不行 这样还要配什么 21跟7也不行 14 所以我们要按计算机 图栏一下 OK so equation 我们有2 degree 我们A是1 A是1 B是-48 C是147 哦 不是整数哦 老师 这样考试的时候可以直接按了吗 不可以 你必须要用根号的形式来 我只是说我要找一下 我要找一下是不是有 可能是整数 所以 考试一般来讲 你要做给他看 然后你怎样得到 我再确认一下我的答案 我的做法对吗 B平方B平方 这个变成X-7 前平方 减两个前乘后14X 再加后平方49 这个减过来 这个B平方加1 然后 B平方 减4AC 我忘了4啊 我忘了4啊 我忘了 sorry 4AC OK 所以这里再乘以 4进去 9436 44 9436 4416 178 19 -196 OK -4 还要乘进去吗 好像不需要乘的吧 所以后面的话我可以这样子来摆 后面可以这样子来摆 因为我知道4乘49 196就可以去掉了 所以我把这个负式拉过去除法也是可以 所以我只是抽B平方出来 我就会得到B平方减48等于0 我附成进去去掉 所以我的B平方等于0 或者B平方可以0吗 如果要椭圆我的B平方应该不能等于0吧 对吧 如果B平方等于0的话 这个无限大就不知很注意了 所以这个也是不合体议的 B平方等于0是不合体议 所以我们写不合体议 我们写不合体议 不得不厉害了 不合体议 所以B平方应该要是等于4吧 OK 搞点 B平方等于4吧 All right 第八题 直角双曲线 XY等于C平方 XY等于C平方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曲线来的 所以你把C当作是E的话 就是我Y等于X分之E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乘C平方也只是把那个高度 不懂怎样变高 这样子办了 OK 所以他在上面有一个点 P点是CP 都号C除以P 的切线 比如说这个P点的切线 这个是CP 跟C over P 它的切线相较于 相较于X轴上 A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平行于Y轴的直线 过点A 平行于Y轴的直线过点A 这样子吧 然后 并交于这个直线曲线于Q点 并交于这个直线曲线于Q点 所以这个点就有Q 哎哟 我有点后悔 我有点后悔 我感觉上要放大一点才可以 而且也不要去理它那个 negative的部分应该是不会影响 所以我画大一点 那我们再看回 刚才是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P点如果在这一边的话 它的切线 就会去到这一个点 叫A 它往上堆上去 这个点呢 就会是Q 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是CP C over P 再来 另外一个平行于X轴的直线 过点P交于平行于X轴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点是B 这样子 然后A点跟Q点的坐标 它没有问B点 因为B点超简单 B点基本上呢 就是用这个 0 都号C over P 这个B点超简单 问题是A点怎样走 因为我们的曲线是XY等于C平方 对吧 然后XY 你还记得它是换成什么吗 如果要找切线 好 如果你给我切点的话 X1Y1 我的XY 就要换成X1 XY 加Y1 X X除以2,然后呢这边就会是C平方 对吧,然后呢 X1呢就是所谓的CP了,所以是CPY 然后呢,Y1呢就是我们的 C over P,所以是C over PX 然后我们把2乘过去对面的话呢,应该就是2C平方 感觉上可以越掉一个C 然后可以越掉一个C 如果我再把P 乘 我乘完这个P的话呢 就会只到P平方Y 加上X 然后呢,这里是2PC,如果我把它拉过来 就是这样子,2PC 等于0 我乘P乘P乘P OK,so这个A呢 应该是经过这个切线的 这个A的话呢 它是Y等于0,对吗 X轴上Y等于0 所以如果我把Y放0的话 我的X呢就会是得到2PC 也就是说这个A点是什么 A点是2PC 都号0 OK,so 如果Y Q点的话呢,Q点它是它的X是2PC 但它的Y是多少呢 我们就它们的Y,因为它又是在这条曲线上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X带2PC C可以越掉一个 我们的Y呢,就会是C除2P 也就是说我的Q点 会是2PC 都号C除2P 高点 证明BQ为双曲线上点Q的切线 证明BQ 然后我的这个拉过去A就是说B 拉过去Q 会是 会是Q点 双曲线再点Q的切线 这个要证明 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了Q点嘛 所以如果我用Q点为切点 然后套回一样的这个公式 我应该可以找到那个Q切咯 我这个叫 这个是General的Solution 这个叫做P切 对吗 这个叫P切 所以我们可以找Q切 用这个带那个X1Y1的值 我找到了Q切之后 我再带X值等于0 Y值 看下它是不是等于这个C over P 应该就是算是证明到了 OK 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做法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当然做法很多了 你也可以讲说 我以BQ 这两个点算写率 然后我再用微分的方法 要找Q点的时候的那个 DY by DX 看一下这两个的写率相不相等 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做法 OK So 我用这个找Q切的做法 我们看一下 Q切如果我套回进去刚才那个公式的话 我的X是2P CY 我的这个是C over 2PX 然后呢是等于2C平方 一样的C可以约掉一个 但是这一回我好像要乘以2P 所以是这个是4P平方Y 加上X再减去4PC等于0 我带X等于0的话 X等于0的话 我的是4P平方Y等于4PC 4可以约掉P可以约掉一个 Y就会等于C除以P 也就是说B点刚好又是0C over P 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到了0 so how C over P OK OK 这个算证明到了 所以第9题 到第13 这个高速2真的是很烧脑 我每次尤其是 高速2的这个结局的部分 我是最讨厌 P是4P dowhouse是over P 它是直角 直角双曲线XY等于6上面的一个点 过点P的法线 分别交于X轴和Y轴 K和L两个点 M是KL的终点 请你找出M的错标 这个有少许的难度 因为这里如果我讲说 这个P是这一边的话 它这一回它要找法线 然后法线是在K跟L X轴的叫K X轴的叫K Y轴的叫L 然后要有分那个选须 这个P点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XY等于16的其中一条 所以它要找M的这个坐标 这个如果我找到了K跟L应该不难 然后M的轨迹方程式 所以因为我们的M是以这个P 然后有这个P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找了它的坐标之后 我们就讲说X等于这个Y等于那个 然后呢我们再整理出P来 然后去掉P你就可以找到那个轨迹了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 请问法线怎么找 我们知道它的P切 P切如果你套那个公司的话 XY我们套的是 X1Y加Y1X除以2等于16的话 X1是4P Y1是4overP 然后那2乘上去呢 2乘16等于32 感觉上可以除以4 4overP 然后呢感觉上再可以乘以P 所以是P平方Y加X等于8P 但是我要找邪律罢了 所以Y是等于-X 除以P平方 然后呢是加上这个8P 除以P平方 所以8除以P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它的邪律 是等于-P平方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的法线的话呢 我们叫P法 因为就是P点的法线 经过P点的法线 P法呢就是我们的Y-4overP 因为经过这个P点 Y-4overP 乘上这个的负导数就是P平方 然后呢 然后呢 X-4P 然后我们再整理一下 我们乘多一个P给它 就会得到PY-4 等于P立方X-4P4 然后P立方X-PY加4-4P4 等于0这个就是P法 这个P法我把我把X带0的话呢 X带0我就会找到Y这个0的话 我的X就会是等于 X带0 Y拉过去P拉过来 Y就会是等于4-4P平方 4P四四方除以P 也就是 也就是哪一个点呢 X等于0Y X等于0的话呢 就是L点了 所以这个是L点 它是0 4-4P四四方除以P 这个M点的话呢 这个K点的话呢 就是Y等于0 Y等于0的话 我这个拉过去 这个P三四方拉过来 好 那 这样子 4P四四方减4 除以P立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M点呢 就是这个加这个除以2 也就是说这里会变成P四四方 减1 减2 sorry 减2P三四方 因为两个加起来除以2 就是这个除以2 这个两个加起来除以2 等于这个除以2 这一边就是2-2P四四方 除以3 这个感觉上好像很复杂 这个感觉上好像很复杂 这个是 这个M的座标出来了 只是说我要把它换成轨迹的话 好像还 不简单 2P四四方 减2 除以P立方 诶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就是P三四方 X等于这个2P四四方 减2 然后这一边是Y等于这个2-2P四四方 除以P 也就是说我的PY等于2-2P四四方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差一个负值罢了 也就是说P三四方X等于-PY 但是我不可以有P在里面 不是吗? 我可以有P在里面吗? 我可以有P在里面 感觉上好像很奇怪 可以有P吗? 所以我P越掉一个 其实是P平方X 加Y等于0 但是这个P 少了一个答案 什么? 少了一个P 还是没有关系 什么意思? 少了一个P 我越掉一个P 因为P不会是等于0吧 我的P不可以等于0 我的0分之4 这个就无限大了 所以我P不可能等于0 我可以越掉一个P 所以就变P平方X 加Y等于0 但是还是有P在那一边 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 我可以不可以有P在里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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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